谈天国土面积前五的国家,美国被改成第三了,这是为什么呢?难道是我们学的假地理?那么我们先从世界地图看起吧。 第一,俄罗斯,俄罗斯联邦,俄语,英语,The Russian Federation,或称俄罗斯,简称俄联邦,俄国,是由22个自治共和国,46个州,9个边疆区,4个自治区,1个自治州,3个联邦职,辖式组成的联邦共和力限制国家,国旗位半,蓝,红三色旗,国徽主体位双头鹰图案, 俄罗斯位于欧亚大陆北部,的跨欧亚两大洲,国土面积为1707.54万平方公里,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,也是一个由194个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,主体民族为俄罗斯人,约占全国总人口,的77.7%,第二,加拿大,加拿大英语法语,开内代位于北美洲最北端,英联邦国家之一, 素有枫叶之国的美丽,首都市沃泰华,加拿大西地太平洋,东西大西洋,北至北冰洋,东北部和丹麦领地格林兰岛相望,东部和法蜀圣皮埃尔和密克龙群岛相望,南方与美国本土接扰,西北方与美国阿拉斯加州为零, 领土面积为998.467万平方公里,位居世界第二,国土大部分位于北极圈之内,人口主要集中在南部五大湖沿岸,著名城市有多伦多,温哥华等,官方语言,有英语和法语两种,是典型的双语国家,第三,美国,美利坚和中国,英语,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,简称美国,是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,五十个州河关岛等众多海外领土,组成的联邦共和力限制国家,其主体部分位于北美洲中部,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概况1989年至1996年,初始版美国总面积是9,372,610平方公里,1997年修正为963万平方公里, 加上五大湖州美国主权部分和河口,港湾,内海等沿海水源面积,人口3.2亿,通用英语,是一个移民国家,第四,中国,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,大陆海岸线1.8万多千米,岛屿岸线1.4万多千米,内海河边海的水源面积约470多万平方千米, 海域分布有大小岛屿7600多个,其中台湾岛最大,面积35798平方千米,陆地同时四国接绕,与六国海上相邻,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,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,世界第一大人口国,云、法、美、俄,并未联合国安理会五大承认理事国, 一说中国是国土面积第三的国家,而且我们从读书的时候就讲中国国土面积是世界第三,第五,巴西,巴西联邦共和国,葡萄牙语, 简称巴西,国民源于巴西红木,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,享有足球王国的美誉,国土总年纪854.74万平方公里,是世界第五,总人口2.02亿, 与乌拉圭,阿根廷,巴拉圭,布利维亚,秘鲁,哥伦比亚,委内瑞拉,瑰亚纳,苏里南,法书瑰亚纳是国接壤,巴西共分为26个州和一个联邦区,州下设施,巴西的文化具有多重民族的特性,作为一个民族大戎儒,有来自欧洲,非洲,亚洲等的移民,足球是巴西人文化生活的主流运动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